嗨 大家好 那我之前有拍一支教大家怎麼樣發音 畫得更像日本人的影片 那今天講的主題也是有關於發音的主題 就是不知道大家在學日文的時候有沒有碰到一個情況 就是說我單獨講這個單字的發音 跟這個單字跟另外一個單字合在一起的時候 然後它的發音會變成另外一個發音 然後你就不知道要怎麼唸它 然後就好像我們在講中文的時候 比如說講老虎這個單字好了 原本老是念成三聲嘛 虎也是念三聲 但是當它變成老虎的時候 那個老就會變成二聲的感覺 那日文當中也有很多這種 你叫什麼複合名詞 那當變成複合名詞的時候 單字的音調就會變得跟它本來單獨 使念的音調會不同 那今天就是要幫大家整理出 當兩個單字組合成的複合單字的時候 它的發音的變化會怎麼樣的變化 就是這邊幫大家整理出一些簡單的規則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在開始之前先講一下日文 重點是東京的標準語 的日文它有一個特色 發音上面有特色就是說 一個單字只會有一個重音 就是一個最高的音節 那過了那個最高的音節就會下降 所以當兩個單字組合成一個複合單字的時候 原本是有兩個自己的最高音 那當它組成一個新的單字之後 為了要因應這個 一個單字只會有一個最高音的這個規則 所以它的聲調音調會改變 那這邊它會怎麼改變呢 有一個原則是要看後面接的名詞是幾個音節 然後它後面那個單字原本的重音 原本的最高音是放在哪裡 而有一些規則變化 好那規則一就是 後面的名詞如果是一個音節 或是兩個音節所組成的單字的時候呢 那整個單字組合起來 的單字的最高音 就會放在前面的那個單字的最後一個音節 比如說 這個單字跟這個單字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先看A-Ki它是A跟Ki組成 所以是兩個音節嘛 那它原本的最高音是放在A這邊嘛 那Sin-Juku的話是平板型的 但是它當兩個單字合在一起的時候 根據規則一 它的最高音就會跑到Sin-Juku的最後一個音節 就是Ku的地方 所以過了Ku之後 它的音節就要下降 所以兩個單字合在一起唸的話 就會變成 Sin-Juku-E-Gi 那再看一個例子 比如說 Koube跟Shi 一個音節嘛 要跟Koube組成一個新的單字的時候 那根據規則一 最高音節會放在Koube的B的地方 所以兩個合起來唸的時候就會變成 Koube-shi 有沒有發現原本是Koube 但是它會變成 Koube-shi 不是Koube-shi 那規則二 是如果當後面的名詞 是由三個音節或是四個音節組成的時候 後面的單字的原本的發音是屬於平板型或偽高型 合起來的單字的最高音 就會放在後面名詞的第一排 如果你不知道平板型或偽高型是什麼 你可以看我上一支影片 我把它貼在這邊 什麼意思呢 那我們可以舉下面這個例子 比如說平板型的單字 Koube-shi Koube-shi 這個單字一起唸的時候 剛剛那個規則二 最高音就會跑到Kou這邊 所以兩個合起來唸成 Koube-shi 有沒有發現原本是Koube-shi 現在變成Koube-shi 再看一下偽高型的單字 比如說 Yasumi 然後它的最高音是放在 最後一個mi的地方 那mi之後就要下降 但是如果我們加上 夏這個單字的時候 它的最高音就會放在 Yasumi 所以會變成 夏休み 好 規則三 當一樣後面的單詞 是由三個音節 或者四個音節組成的單字的時候 它的後面那個單字本來是 頭高型 或者是中高型的 發音的時候 當它跟別的詞組在一起 新的複合名詞的 重音就會跟原本 後面的那個單字的 重音是一樣的 比如說我們舉 Gohang這個詞好了 Gohang 頭高型嘛 因為它最高音是放在 第一個音節上面 那它跟 比如說 Asa這個單字一起組合念的時候 根據剛剛的規則 它的組成的複合名詞 的發音跟 後面那個單詞 也就是 Gohang的重音是一樣的 所以唸的時候就會變成 Asa Gohan 好 那來看最後一個 規則四 如果 後面的單字啊 是由五個音節 或是五個音節以上 所組成的單字的時候 跟別的單字組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 複合單字的時候 那它的 發音 會跟 後面原本那個 單字 的最高音節是一樣的 比如說 我們舉 Present 這個詞好了 它是五個音節嘛 Present 五個音節 然後 加上 誕生日 這個詞 一起唸的時候呢 那根據剛剛的規則 可以知道 那這個 新組成的單字呢 它會照著 後面的 Present 字的最高音節 重音是一樣的 所以 合在一起就會唸成 TANJOBI PRESENT 你有發現 還是Present 的音節 最高音是放在 RE的地方嗎 RE之後就會下 那以上就是 日文中 的 複合名詞 的 發音規則 這幾個規則是 適用在 大部分的情況下 但是 當然也有幾個例外 比如說 剛剛的規則一 比如說 我接 下面這幾個 單字的時候 比如說 go 之類的 單字的時候 那它就不會照著 這個規則走 會變成 另外一個規則 比如說 我們拿 中国 跟 go 這個字來講的話 那它就不會照著 規則一走 它會變成 平板型 的發音 不會唸成 中国語 它會變成 它會變成平板型的有沒有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 我幫大家整理出來的 這幾個發音的規則 有幫助大家 有比較了解到說 當 兩個單字合在一起 組成一個新的 複合單字的時候 發音會 要怎麼去念它 那 基本上 只要記到 這幾個規則就好 另外的單字 再分別去記 那我相信這樣會比較輕鬆 那如果大家還有 想要知道有關於 日文學習啊 或是日本生活 日本 留學 或是工作相關的問題的話 可以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有看到 我都會拍影片給大家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